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其實白狼這17年都在大陸 就你前前後後的跟他的接觸 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嗎 大概是哪些方面的生意 他早年剛去大陸的時候 做的是稻米的生意 有一陣子好像因為壟斷了一些市場 所以有被大陸那邊的公安盯上 稻米是在哪一帶 在深圳那邊 他大部分都是在深圳那一帶活動 在12口 在12口那邊 他早年在台灣有成立一個掏略集團 後來這個掏略集團也有帶到大陸去 那做的是一些 像我們熟知的一些 玩滑板的人生這樣的一些護具 或者是安全帽 就是護肘 護腕 那因為他在大陸的人脈很廣 所以中共高層也同意 他在那邊做一些很多合法的生意 所以都是合法的嗎 他已經金盆洗手可以這麼說嗎 就除了稻米那個事情 當年有壟斷 被大陸工商盯上之外 大部分的生意都是台面上合法化的 所以大概外面孤稱 他的身家有20億 20億 有20億 對 他在大陸是經商非常有成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大陸一直沒有在協助台灣抓他的原因 他在大陸那一塊是有貢獻的 而且他還抓住一個要點就是 他在那邊一直是宣揚他是支持統一的 好 我們待會再講這個統一的部分 可是講這個20億 表示他很有商業頭腦 對